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还好奇 你们为什么上飞机要戴着枪和匕首 后来我才知道 你们是用来自卫的 你们会把每一次飞行都当成最后一次 可想而知 你们飞行员承载着怎样的压力 所以你们得学会释放 你这个人呢 怎么了 太爱说教 这么明显啊 行 我以后注意一点 尽量说教的时候无漏痕迹 这个人别看平时冷冷的见谁都不爱搭理 其实我发现 他把对手观察得特别仔细 而且早早地就制定了针对性的战术 我觉得这小子研究的根本就不是什么战术 他研究的是对手的心理 刘宝 你是智多行 平时跟别人的见解总是不太一样 你说说看 我是觉得啊 从一开始我们就小看了这小子了 于涛 我们五个人中间 真能和他有一拼的恐怕也就你了 但就连你也不一定能赢的 你这不是找他人知情便自己威风吗 就是 要我看 这谢震宇他就是一个快不讲理 就想在空中给你拼刺刀 先把你打乱了 他就有机会了 等你反应过来 战斗都结束了 要是把他琢磨透了 我觉得吧 他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小龙 你刚才说谢震宇就是个什么 我说他就是一个快 就想在空中给你拼刺刀 在空战经验和技战术特点上 明天你们能打一个平手 善于研究对手的技术特点 包括心理特点 确定战术 你们也能打一个平手 我说句不好听的话 你老胡说 明天 于涛你要是紧靠着技术 一刀一枪地跟他周旋 想赢他很难 不 小毛 你们俩说的话对我有了启发 我知道自己 明天该朝哪个方向用力了 我还说什么呀 不都让你们给说出来了吗 不是 我们说什么了 你说以欺人之道还治欺人之身 你说我让自己变成了谢震宇 大家都明白了 明白什么了 我还没明白了 虞涛不是说了吗 赢谢震宇的办法 就把自己变成谢震宇 就是谢震宇快 你就比他还快 谢震宇不讲理 你就比他还不讲理 谢震宇玩空中拼刺刀 你就先把刺刀尖给他捅出来 谢震宇不要命 你就比他更不要命 你用敌人的战法对待敌人 在战争中实习战争 完全出乎敌人的意料 其实大家说得都对 今天我赢了 我得感谢你们 尤其是小毛跟刘波 昨天你们俩说的话提醒了我 我俩提醒你什么呀 别在这儿跟我俩带高高 我没有光了你 刘波 你昨天跟我说 什么人都有软肋 小毛说他就是一个快 只要一上去 就学他们101团的老团长 跟对手空中拼刺刀 就是这两句话提醒了我 我昨天想了一晚上 什么才是谢震宇的软肋 后来这位让我想通了 谢震宇最强大的地方 恰恰就是他最不会设防的地方 那儿就是他的软肋 就用他的方法跟他拼 你看到谢震宇 发来的邮件了吗 没有啊 怎么了 他要退出失陪大队 为什么 他说看了你跟于套都对抗 他觉得他跟你 就不在一个等量级 他认为像他这样的人 就不该留在是非大队 他要回120团 扯蛋 看过去 谢震宇 你什么意思啊 报告大队长 申请书上写得很清楚了 我能力有限 不适合做舰载级是非员 想回原单位 是的 我应该回到原单位 继续学习深造 我不同意 请大队长深重考虑 我已经下定决心了 怎么了 怎么了 停飞翻行 为什么 为什么 就处理这份申请 我就可以让你停飞翻行 刚入营的时候 我给过你一周的时间 当时为什么不提出申请 现在就因为输了一场对抗赛 提出申请要回原单位 你知道这是什么行为吗 你这就是逃兵 你不要以为这不是战场 我没法处置你 我告诉你 这就是战场 临阵脱逃 我都能撑毙了你 大队长 没想到今天是我们俩 进入的决赛 我不这么想 我昨天想了一晚上 有个提议 说 停止这场比赛 我退出第一式飞员的争夺 怕我输了以后 当不了这个大队长 我想明白了 我赢不了你 输了又丢人 你这话没说完呢 接着说 没有了 有 你认为我也赢不了你 对吗 他既然这样 为什么要进行这场对抗呢 海军和空军 本来就是一家人 玉桃 你是最优秀的 你自己也这么认为 但是你并不看中他 告诉我为什么 大队长 您这是在夸我 还是批评我 我可不接受 接受就上当了 先来握手言和 麻痹对手 然后一击升值 你想多了 我希望 我们今天就在空中 绝逐胜负 我也这么希望 但是恐怕 没这么让我 那好 空中间 空中间 原来你主动停战握手言和 你是有目的的 而且也达到了 你在空中 没有赢得了我 但是你在地面上 把我给赢了 大队长 你这么说可不利于团结啊 你想过吗 你确实瞒过了许多人 但是有些人的眼睛 你是瞒不住的 大队长 我话还没说完呢 今天最终的胜利 是属于空军的 你们海军十五个人 对决我们空军五个人 可最后还是我们两个 是并列第一式飞员 这也是我虞涛 个人的胜利 你是主 我是客 你是指挥官 我是冲锋陷阵的使命 你不应该跟我争这个 第一个上战场的机会 没有什么并列第一式飞员 只有我一个人 是第一式飞员 我虞涛完成了空军首长 交给我的任务 嗯 不过我说回来 这次比赛啊 它让我了解了我所身处的环境 认清了我自己能力的长短 更是摆正了自己的位置 这么说吧 这是一次 刻骨铭心 但受益终生的教训 老谢 以前你只是技术 现在你这个境界 咔一下 一下就拉高了 我告诉你 不管你以后 飞多高飞多远 我都跟着你啊 真好 老胖 不能总跟着我 你自己也得加油 知道 嘛 你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